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这段评论 近来邓炳强有很多声气 又讲到很多由人心不死 准备搞白纸运动 我们拍都看不到 当然有几个小孩在中大 又去了上海街 在那里做了一个行为艺术 十个八个人弄一张白纸出来 如果是悼念乌鲁木齐的事件 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邓炳强说这些是颜色革命的初映 香港还有个人死心不惜准备重新搞风暴 于是乎早两天已经说了这些事情 大家都评论过 很多人都 但是接着的时间就出现了一件是非 这件是非 应该是星期六曾志豪去了台湾那位 以前那个小季子 他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题目就是为什么爱国学生都变黑暴呢 他就说里面的白纸抗争和我们的反修理运动 其实他就点了名说保安局局长这个邓炳强 就是令人处处清奇 为什么相同呢 还早过国内定性 国内都没有这么定性 他说没有把污漏火灾的抗议行动 就是白纸行动定性为暴乱 就是说现在还没有 没有说是颜色革命 当然他官方就不算是正式有 但是也出了一些批评 但是现在最新的发展大家都知道是退阳 习近平退阳 就是那些管控 那些早上说继续坚持要管控 晚刻就已经准备放宽这个管控 很明显内地就退阳了 但是我们邓炳强太早了 跟着骂人也太早了 因为你看不到里面的风转了 香港那些官方不常下了 不明里面的政治 就说胡乱地指用了 骂什么呢 用保安局的声明 香港近日有人在网上号召记 乌鲁木齐事件为名 试图煽动 试图煽动 针对中间的活动 试图煽动就不能够说是一个法律字眼 因为你何为之试图呢 是不是 试图 因为你估了别人而已 尤其是别人写篇文而已 是不是 同内地发生的事运为一谈 混淆是停 那又心表遗憾 那是不是对明报登篇的文 施加压力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呢 就说曾志豪都在其他媒体 网上媒体 即是在外媒那里有发表文的 尤其这件事已经发表了 我见过是另一篇的 是不是 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这个保安局局长这么有空 因为人家写一篇文 说人家死心不惜 经常想着危害 这些人是诸心的 我也很奇怪 为什么他写这些东西 有人心唇武 害我知心不死 危有国家全香港安全 现在在外国就是外享受出卖香港国家得到的政治红利 市民不得不提防 究竟这件事是什么事呢 说真的 我真的不是很明白 但是我就明白邓炳强之内的人 其实他没有什么建筑的 在近年 因为你见到近年要告的 告了 那几件案都是很有争议的 现在到告了 我观察了 拿到上庭的所谓证据 证据大家都知道是由保安局警察 负责调查的 本地的事情 国内的官员在保安局里面是负责指挥的 具体做事要你们香港的警队人员去找证据 一直怀疑究竟19年搞出国安法这么大件事 都是背后有很多的人在做事 很大的组织计划 但是现在结果没什么告 大家知道是告什么 告社团没有登记 到黎智英案已经开审了 又搞搞震 又搞到怕了律师会释法 又拖延了 就算没有说很多秘密的东西 不能让外人知道 究竟有多少呢 我怎么也相信官员不会说是山港白做的 同时没有外国律师 你也会有香港律师的 知道你有什么了 那么坚 可以做到什么可以查到什么 香港里面有多少个潜伏着的 就是勾结外国势力的人 做了很多很有组织的事情 这件事里面呢 我只是看到白纸事件 我们其实不意外的 是吧 比如有些外地学生在香港 看到国内的乌鲁木齐事件 跟着感同身受 人性表现而已 香港还可以 不是不是 它也不是香港发动的 你知道 国内已经搞到天间地幅 又拖东西又行 又冲击又行 国内已经维权运动了整个礼拜以上了 而且脆得胜利点 香港有几个国内留学生在那里 又出声 又威 又举张白纸 是轻松平常的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不应该视之为有什么大的事情 但问题是我们的保安局局长 就是一贯没东西做就找东西做 是吧 我们有一个承认的仰寇自重 就是这些人 即是如果没有拆 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警察了 如果根本就没有国安问题 根本就不用国安处了 更加不需要一个那么多水皮的 就是保安局局长坐在高位那里 他已经整年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伟大事情 保护了香港什么国安那么厉害 是吧 看不到啊 有些个案是清清楚楚是告得到的 最多有些唐强杰那些 唐强杰在街上撞人一早就抓了 你国安处未成立就已经抓了那些人 所以根本是多鬼余的 那八十亿养着这群人 他不能够没什么做 所以他就要没有事都找些事出来 说好怎样都好 说到好像很重要 就是这样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好啦 其实就是被曾志豪那篇文 踢爆了的 就是国外都没有说到有些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超前呢 跟着你这么说 那究竟你的意思在哪里呢 由于是这样的 气到他 所以就出那篇文 那我就不会详细去说那篇文是怎样 大家应该看回那篇文是怎样 或者他博他的论点是怎样 但是我就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我们观察到呢 香港的国安处呢 其实就是很快的 就是没有法子做到 就是行公两值KPI的后果呢 就因为不少事的嘛 那里那么多人 是吧 那么多高官 那么执问他现在有空没有事呢 其实都要周围打电话给人 这样 这样 想看有什么线 就是有些人犯过的事啊 或者是勇武那些暴动啊 告了这样 总之是有关民主派的人 有空打电话去找人想谈一下这样 多数是没人理他 那国安处是得鬼闲 那有没有法安问题呢 这样讲市面那么平静 你想找些东西做都难的嘛 那因为这样的背景呢 所以突然间见到白纸运动了 突然间见到有几个小孩举白纸了 那这个邓炳童就撲出来呢 就在那里绘影绘声 就说呢 很大问题啊 我们要警惕啊 还有很多人的心不死啊 还要搞这个啊 是我也高兴啊 就是热闹啊 三年前 三年前那时候 我们的股市三万点啊 2019年 跟着我们那些 银行爆了几次 停两天 现在银行不用停 没有生意嘛 那天天天去爆 有人去打银行 竟然在银行非常多生意 违了板 经济 空前蓬勃 2019年的时候 2020年出了国安法之后 三两年半啊 香港就一谈死水那样 这帮国安处的人呢 需不需要为你们过分执法呢 搞到香港现在这样呢 要负责呢 我不会说你要负责的 不过可能习近平要他们负责的嘛 喂 你说什么呀什么呀 蓋就蓋 你说拉就拉什么呀 你喜欢就拉 报纸那样你蓋了几次 然后就拘捕了人了 你以为你找到证据 原来最终是没有什么证据出来的 那怎么办呢 跟着呢 没有的 所以他整天就很紧张 其实他的心可能比我们更希望有事发生 是吧 我们呢 就是当然是调气未顺 就是那个抗争运动 2019年好像未完 但是沉迹了下来都是事实 是吧 到现在有些小孩搞花样 那我的定性都讲过了 很多人的定性都是 基本上包括曾志豪或者海外那班朋友 他们对这个白纸运动的定性都是 他们因为运得太久 是吧 就是那个封关封得太久 因为防疫封控得太久 控得太辛苦 那些人很不满意 所以他们出来抗议而已 是吧 那如果 如果他一封控一取消呢 那我相信呢就没有的了 是 那就没有了 就是那个抗争运动就完结了 那如果大家是这样的角度去想呢 那其实现在有什么事是会发生呢 其实是不会的 而事实上已经是看来缓和了 就是他就是将那些强力管控 开始逐步折销这几天开始有了 那习近平是退让了 那这个是另一个话题 习近平也退让了 那你反而香港这些小官员呢 邓比强之旅呢 就想撂一些事情出来 但是没有事情好做 于是看下看下看下就找到一篇文了 这样 可能看下哪个视频 就公开发表声明去骂人了 这样 其实你骂人也不是不行的 就是你要警惕一下也不是不行的 但是你要看那件事 是不是真的有事才行的 如果不是 你无事生非 这些东西是鬼散吵的 只能够说是引人发笑 引起一个笑话 而我很相信呢 不用两三天呢 这件事就会成为过去的了 好 这个话题讲到这里就当停了 多谢大家收听这条视频 我们稍后再看第二条视频 我们再在第二条视频见面了